一般活动到这个时刻 接近尾声了 大家归心如见 但是今天还很好 大家仍然聚集一堂 刚才易老师经过了 长达五十分钟多一点的 这样一个课堂演绎 给大家展示了精彩的课堂 充满爱意的课堂 下面我们就请易老师 把他这堂课堂背后的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故事 有一些创意 给大家分享 大家欢迎 楚老师 在座所有的教育界的同仁们 大家下午好 不好意思 首先先针对我的言荡 让下课向各位至上万分的歉意 我想大概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楚老师有问说要稍微说一下 昨天胡琴老师才讲到 王国伟的人生三境界 我觉得从知道这个讯息 我要把人生三境界倒过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原先当那个我们孙教授 讲到说要过来上课的时候 锁定在白马湖作家 我说OK啊 因为我们的高中教材呢 有封子凯的箭 这样子 我就说那就这个好了 这样子 可是呢 后来孙教授说 这没有 那就要另外选文章了 后来呢 老师就敲定了这两篇 天哪 这两篇是我们高中和国中教材 都没有的文章 所以呢 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哎呀 终于找到了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样子 找到在一百年以前 教科书上有 事实上呢 我在找到教科书之前 我是到国家图书馆去找书 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看 然后终于找到 然后也就像早上呢 早上的时候 那个张老师说的 他其实是 就是子凯漫画序的 那我自己也很挣扎 就想说怎么办 这后面的序到底要不要来谈 因为有了他 事实上问题是更庞大的 他可能呢 就会很像 很像什么 很像左宗义工义士一样 今天明明是帮 风子凯写序 怎么都在讲你的老师呢 那用这样子一个 水涨船高的方式 可能这篇文章 要铺排得更多了 这是我第一个 面对当的挑战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想说 发现我们其实 生活的艺术这一刻 早期的时候 是放在国中的教材当中的 可是呢 等到知道的时候 我就想 我就跟小金老师一起讨论说 我生活艺术比较短 我高一来上好了 那我对谷松的三种态度呢 就是高二再来上 可是当我们接到通知的时候 乖乖 刚好颠倒过来了 我就觉得 天哪 因为我原先准备的都是针对高一 觉得高一他才刚入学 应该用一种更简单的 更轻松愉快的方法来带领他们 一旦发现是高二的孩子的时候 那我的教学方式又不一样了 我势必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些些这样子 所以就马上进入一代建宽中部会 为一小的人乔村 因为完全推翻这样子 要重新的设计 因为空老夫子教我们 一定要学会应财师教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好不容易呢 又准备的差不多之后 打电话给孙教授 孙教授告诉我说 其实对岸呢 也不在课本里头 他们是补充文选 天哪 补充文选了 那补充文选的话呢 它就由正式的课本 我可能原先要设定的是 第二或第三堂的课程 变成呢 我必须要用一堂课的时间赶课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其实是一个赶课的机制 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上课形态 因为高中老师 像我们发现高中老师说话都非常快 因为我们要上的东西太多了 那既然是一个补充的文章 我就必须要从零开始 昨天碰到他们的班主任 也就是 岩老师 岩老师说 学习怎么可以从零阅读开始呢 所以他已经让学生先阅读了 我觉得这点是我 日后也要学习的这样子 所以知道了之后 我就必须要再想 所以昨天晚上就调整了一些 既然知道说孩子 已经事先阅读了 我就必须要验收 所以前面看到的那个部分 是我在昨天晚上赶出来的 那透过这个呢 我了解到他们到底学到多少这样子 那么以一个赶课的机制来说的话呢 今天面对到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站上台还是非常的战战兢兢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面对的主题是 伟大又朴素的白马虎作家群 然后第二个面对的是 咱们就是银州中学 我相信站到台上来的一定都很有料 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 他们的程度非常好 那么再来又如此的陌生 我要怎么样去融化它 所以我必须要在一堂课之间和学生互动 那这就更增加了一些的挑战 其实我在学校上课也很活泼 很顽皮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信任度和手忍度 所以我在时间掌控上就很快 那平常上课的时候不需要用麦克风 所以今天的麦克风就一直出状况这样子 否则的话呢 应该时间可以抓得更精准一些 那么国文教学它本来就是知情意的部分 然后早上的时候坐在下面 听张群明老师上课 我很感谢张老师 因为张老师弥补了我内心 极庞大的渴望和遗憾 然后透过张老师的PPT 我看到了白马虎 看到了这群作家的雕像 然后呢 也看到了春辉中学这样子 那张老师的温文儒雅 跟我的顽皮 莽撞这样子 形成很大很大的落差 但是呢 我想到封子凯曾经说过 其实封子凯形容白马虎作家说 他们是一群清静中的热闹 所以呢 张老师您是清静 我是热闹 我们两个一起共同呢 就是重新再面对白马虎的作家群这样子 其实今天大家会到这儿不远千里而来 而且这么大的场子 当年的白马虎作家群 春辉中学都是一群的教改先锋 那我觉得大家也是抱持着一种教改的心情来到这儿 所以我现在拎着脑袋在这边等 等着大家批评指教这样 但是我还是要很谢谢主办单位 因为有这场盛会才让我重新去面对这些朴实乌花 但是呢又溢溢发光 非常非常可爱的白马虎作家群这样子 谢谢大家 刚才易老师把城前在水面下的这个巨大的冰山 这一部分也展示出来了 原来一堂课的教学背后 有这样漫长而艰辛的一个过程 这个一开始我们大家可能都有相同的感受 易老师的课堂如此热闹 甚至有点还皮 当然非常亲切 面对这样一个很厚重的一个 充满着意义的这样一个文本 最后课堂的最后会怎么办 我一开始有一点小小的疑虑 但是到最后 当然那个非常深刻的 非常沉重的 很有知性的易老师 就很完美地站立在课堂 在课堂里站立起来 这期间从开头结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中间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感悟和启发 现在请大家也可以 这个易老师就在这里 话筒就在下面 大家可以举手示意 严老师在等待大家回答 好 易老师你旁边一个 谢谢 我来自嘉兴平湖市新华爱新高级中学 我们学校就是台湾 王理事长王建轩理事长筹办的 我今年很激动 因为今年我们学校就有我们平湖市政府应该过度接管 然后王理事长王建轩理事长就要不好意思 其实我去过台湾参加了铁人夏令营 我是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 我非常地有幸走到台湾 我感觉我前两天也拜服了韩寒的文章 我不是说真的我觉得台湾它有很多很多我们民国的东西 就是很多文化的东西在台湾那边存了下来 真的我非常地感动 我今天听了 我是争取了这个名额 和我的一个同事赶过来听您的 听这些老师的课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台湾一个很大陆 听了这几节课之后 一个很轻松一个 不不也不能说 就是大陆的小孩就是读上我们大陆的课 就是有些文字的咀嚼吧 那一个就很轻松可能是更接近了生活 一个很生活一个很学术吧 可以这样说 一个可能对于大陆来说 有一个很工具一点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就很人文一些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那我作为一个大陆的普通教师 我想问您 易老师 就您在台湾的时候日常的教学 是否也是这样的呈现 因为我非常想知道您平时的教学怎样 还是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大概孩子们都知道小玉老师上课就是这个样子 我其实上课的方式还更多 因为我想孟子说教义多数以 教学它不会只有一种方式 那当然啦 今天既然是就是奉命奉我们孙教授的最高指令 要站到台上来的话呢 我也就尝试用各种不一样的教学法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也许您觉得有一环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尝试看看 那另外一环呢 也许可以做一点加法啊 可以做一点减法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自己在看这一课的时候 我发现它真的很丰富耶 而且我很佩服大会 为什么 假设我们之前把它放在国中教材 真是少看它了 那老师说这里面有非常高深的佛学思想 我就以为跟我一起上课的老师会讲佛学这样子 我想佛学我不成 那我只能来谈生活 谈艺术 或者顶多讲一些易经嘛 跟我同性的东西这样子 那但是呢在教材法的设计方面 我就是尽量以学生为主 因为我觉得这儿的学生好乖哦 他们超乖的超有反应 然后说话的时候又能够头头试道这样 我们在台湾上课 你一定要努力地摇旗呐喊 否则的话他们早就睡了 其实是北宜女中的孩子 他也有可能 因为他要玩社团 他要交男朋友 他要上网这样子 他非常非常忙碌 所以我们一定要使劲十八般武艺唤醒他 把他从那个周公那个地方抢过来 所以我一定要用很多种方法 谢谢 这里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回答这个老师的提问 实际上我到台湾去过几次 观看过初中 那边叫国中 还有高中的课堂 像易老师这样的课堂 在那边也是常态 还有吗 吉他老师 请举手 机会难得 这是最后的时刻 好 后面有人在中间 中间 中间 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课堂 我们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那个生动活泼亲切的 那么我们这边呢 课堂上比如说老师可能以教授法为主 那如果我们想要部分汲取你的那种方式 然后使同学们喜欢上语文老师 然后这样的话 会不会在课堂上造成这样一种状况 就是说课堂把握不住 学生太过于热闹 然后可能有些同学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 然后就跟同桌在聊天 然后就不太会来听你说这样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有时候教育工作者好像是一种服务业 对啊 我们就是人家把他们的心肝宝贝孩子送到我们面前来 我们真的要好好地伺候他们 但是是用我们的知识 用我们的教法伺候他们 那刚才老师您讲的说 他会不会跟别人讨论 我觉得我们有一双耳朵 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 当我们把问题丢下去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嘻嘻嘻嘻嘻嘻嘻 那声量会像蝉声一样高涨 上到一个很高的声音的时候 突然往下滑了 通常就是已经讨论的差不多了 对 这个时候 你不要等到全部都安静 我就觉得这边的小孩比较特殊 他们都很安静 所以我都要走下去而看不到这样子 可是呢在台湾的话 我其实只要用听的 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讨论到相当一个状况 然后只要音波 开始往下滑的时候我就开始收 所以呢其实就还好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回答老师 谢谢 好 根据时间我们再请一位老师 手很多怎么办 究竟原则 我话筒已经拿到了 好 我们还会请老师回答 还会请老师回答 好 谢谢老师 我是来自银州高级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 我非常喜欢刚才一老师的这样一个课堂 因为最近几年我自己尝试的也是这样一个开心的课堂 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开心才会开窍开窍才能够开悟 所以只有让课堂这样的一个生动活泼起来 学生可能才能够让我们在一个共同语境当中进行交流 不过呢就是在课堂当中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学生去开心 我发现在一老师的课堂上就增加了很多视频啊 很多互动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想问一个就是更加具体的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的课堂的前面 有一个关于那个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环节 因为我自己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会出现几个关键词就是生活艺术生命宗教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课堂当中也有一些相关的设计 那么前面出现这个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这个环节的时候 我以为这会是这个课堂的一个铺垫 但是我后来没有看到说这个环节跟后面的内容 它之后的一种相生的东西是在哪里 谢谢 这个问题我先来说几句 然后易老师再来做完整的回答 我们知道后边这一部分 学生的思考已经见趋理性 而前边在那个易老师的聊播之下 学生他的一些行为 都基本上都是属于感性状态的 你的担心是前边这一部分的那些感性活动 跟后边的理性思考是否有所脱接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任何的理性思考都是基于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的 而我们现在普遍的毛病是 因为感性活动不足不充分 而匆忙的给出一些理性化的结论 所以学生感觉到的都是一些观念的东西 这样看来前面的一些活动 都是必要的铺垫 必要的体验 正因为有前边这一些铺垫 所以后边才有学生精彩的开悟 应该彼此之间是有逻辑关联的 我们请易老师对这个问题再解释一下 我超爱你的 这样您回答了我就不用回答了 谢谢老师的指证 我下次会更留意一些这样子 但是我想其实不管是生活或艺术 我其实就让他们去观 让他们去观察 观察完了就回到自己的内心这样子 假设我们不open mind 不用眼睛 不打开吸眼的话 其实是没有用的 也许我还应该悄悄地跟老师们分享 我这次来的心如历程 因为非常地紧张 虽然我之前在讲那个论语 就是中文化基本教材 中华书局在推的 也曾经面对这么大的场子 不过呢就是这次是 是你们所指定的课文 不像文化基本教材来说是我自己挑 我可能要上我要论校啊 论世与君子啦 论孔门弟子啊等等的 我自己挑 那这次的话是 我后来才知道是孙老师跳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自己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我觉得人需要朋友耶 真的是读学而无有 则孤陋而寡闻 那在知道要上这一课的时候 我大学同班同学两位 我一定要在这边把她名字高声地唱出这样子 一位是高雄奉兴高中的邓若梅老师 一位是嘉义高中的王嘉琪老师 我们三个就是当时在大学的时候 身高160公分以上的女生 我们三个感情非常非常要好 所以当我告诉她们说我要过来的时候 您知道吗 我们三个触膝长谈 从吃了晚饭之后就聊聊聊聊 聊到晚上两点钟 一大不能觉得哇 红衣好精彩啊 这样第一个赞叹 然后就开始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设计一个很棒棒的教材 那么所以有朋友真好 如果各位老师 您这次来的时候 贵校来了三位或四位 你们回去就是种子 然后你们回去的时候 就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教法这样子 然后真的 就让赵改的先锋的列车 继续从咱们盈州中学出发 谢谢 再留一个名额吧 再有此机会 刚才这边有一个老师举手的在哪里 有吗 花童 是在这边 所有两个 这边 这边 离我最近的美女 对 刚才手举的特别高的 那个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朱允先生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经学本与文字迅古 我这几天 这两天听下来 在台湾的教学方面可能 对于文字的这一块 并不是特别的讲究 我们说文字 文章 然后文学嘛 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看的 还有吗 还有吗 这个易老师说还可以听一个问题 一起回答 好 好 各位好 昨天到今天两堂台湾的课 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 语文的生活 语文的外延就等同于生活 这是台湾语文的一个理念 我想在场的各位老师 很认同这样一种教学的理念 但是为什么我们大陆的课堂 呈现出来是两种不同的风貌 可能跟我们的评价体制非常有关系 所以我想请问易老师 就是您这样的课堂 我想也会考虑到就是 你们的学生怎么样去考评 学生的国文成绩 就是台湾的这样一种考评方式 和我们大陆肯定是有差异的 那我很想了解一下 台湾对于一个学生语文能力的考评 是不是也是生活化的一种考评 谢谢 我一定要赶快回答 然后赶快把时间交给楚老师 楚老师还有一场很精彩的讲座 第一个就是文字的部分 我很庆幸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我的文字学是许唐辉老师 所以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 常常会画字 而且许唐辉教授他上文字学 是精彩到上完了之后 我根本不用做笔记 我就会画那个字了 所以文字学会这样 那至于老师刚才讲 我想可能是教科书的编排吧 好 台湾现在的教科书呢 我们在课文之外下面有注释 我们的注释都已经尽量写到 让学生就看得懂 也不会再这么文言文了 他的注释呢会尽量的口里化 所以学生在看的时候 基本上他都看得懂 我都设定这个他们 后来我才发现 他们今天拿的是没有注释的 可是我们的教科书它其实是有注释 所以学生看得懂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意理啊 或者是在情感啊 再把它们带起来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个教科书的编排方式 也很重要 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教科书 都是密密麻麻的这样子 对孩子来讲 我们台湾的小孩可能要更花功夫 但是那边的教科书 就编得稍微好一些 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个 刚刚讲到考评的方式 我不知道小金老师学校怎么样 但是以北一女中来讲 我们以每一次断考的成绩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 就两次断考 这样就百分之二十了 期末考呢占百分之十五 这样加起来就百分之三十五 那剩下六十五呢 北一女的老师 认为学习态度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你的小考的成绩 可能是不到六十五的一半 大概就只剩下百分之三十 那另外的三十五是什么 就是孩子的作业 你的学习态度 你所写的报告 你的分组讨论 这些全部都是涵盖在内 今天还有一位老师好可爱 他说听说台湾有倒扣 这样子 对我们考试的时候 就是学测是没有啦 只考有 只考有倒扣 对 只考有倒扣这样 所以那个指本的测验是一回事 可是孩子们在课堂上的互动啊 甚至我们今天要他做一些 比较动态的呈现的时候 那个也是我列入考核的一个依据 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 好好好 时间很短 但是内容总是很多 这之间造成了一种张力 使大家产生一种可叛 希望时间能够延长 和时间总是很定的 在座的大陆老师一定有很多 想继续深究的一些问题 交互的一些问题 可是时间实在不多 这样把那个杨老师跟伊老师 他们的电子邮箱呢 我留下了 如果你们在座的 诸位邮箱 进一步深入交流的这样一个 希望 我也争得两位老师同意以后 我可以跟你再联系 好不好 好 现在请伊老师 下去休息 好好好 好好好 我们规定的时间是三点钟 但是我争取两点半结束 把我的讲话缩短在半个小时之内 但是我首先要对伊老师这堂课 简单地谈一下观感 我觉得伊老师的课堂 跟伊老师一样 可以用可爱两个字来形容 他的上课里面用了很多 好可爱 好棒哟 好好什么哟 所以这是一个可爱的课堂 这个可爱的课堂 实际上主要是老师 心中洋溢在一种爱意 一种教育 就是爱这样一种理念 特别是对学生 当时我有个担心 就是说让学生回答很浅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磁性板上公布 这样的课堂移到小学三年级如何 学生能回答吗 也能够回答 但是到后来 正像那个老师所说的 后来学生发表的那些东西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这于是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启示 我们以怎样的一种观念来看待学生 学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生 他喜欢什么 他的学习的空间 潜能的幅度有多大 这可能是超过我们一般老师的想象的 当我们为学生回答这一些比较低幼的问题而担心的时候 实际上学生也能够参读出 远远超出我们老师一般感悟的那些东西 所以学生的这个理解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同时我们也在课堂里面观察到 学生对易老师的这一些这些聊拨 并没有看清胡哲不屑相反 非常积极的投入 他上台发表的时候都一路小跑 这就我们反思我们平时的课堂 是不是有时候高鼓了孩子 或者说太理性化了 当我们需要感性的时候 我们太理性 当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时候 我们又太平易了 我们的课堂是不是从中可以得到这些教义 还有第二个我的想法是 整堂课是以活动作为主要策略的 这可能是受日本学者左腾学 那个学习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的指引 就是说整个活动是以 我这里干扩了几个句子 是以学习小组为单位的 是以竞赛为手段的 是以一个个从前到难的题目为抓手的 是以到台上公布发表为评价的 是以讲评作为诱饵的 最后是以学生为主题的 这种以活动的理念来深透观照课堂 从而组织设计教学 这不是教育的真谛吗 而易老师以他的实际行动 逼近了教学的真相 教学就是老师和学生 一起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的活动 这个活动学生是主题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大陆的语文课堂 一个有益的启示 就单凭这两点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就是好棒好棒哦 好 我接到两篇文章 孙教授发给我的两篇文章 我就一直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 应题而教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题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我想到 古语扣起两端 远之其中的这两句话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就是根据这两篇文章的题 给这两篇文章的题进行定位 定位定准了 然后我们才去建构它的教学内容 选择它的教学方法 我们先来简单的来感觉一下这些语言 这是最近 获得 楚吉旺文学大奖的 就是盈州本土的一个小说作家 也写散文 徐海娇的一篇散文的节选 我们来看看绿色部分 洗衣食上的流水声 还在月亮皎洁的一晚响起 能响起吗 祖父守直的桃树和历史树都在 到了春天 一束红艳如期点染 是人去点染的吗 不是 多像是祖父早年 在春天里的一场抒情 这个树开花 像祖父早年的抒情 而一进入秋天 栗子树上爬出一根根毛栗子 我相信这也是祖父留下的暗语 栗子咬开来 满嘴都是诚实的味道 这难道不是祖父 祖父讲过一句农艳 这是什么样的语言 这是诗的语言 也就是说以诗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在发言 对不对 我们再看 蓝色的字 让你来得及 他说百年之内的人生一定是最好的 不那么漫长也不那么创促 为什么百年之内的人生是最好的呢 因为让你来得及把一个故事的开篇讲好 把一个故事情节展开 来得及跌宕起伏 心绪绵长 来得及看见少年的明媚 来得及品扎中年的苍凉 来得及磨磨蹭蹭的进入老年的词墨 也让你来得及用一个小小的段落来结尾 或者高康或者低尾 或者抒紧或者说离 它是把人生的这一个百年经历 比复作文学作品的一个演绎过程 它是在写人生百年真实情况吗 不是 然后某一个不祥的归期 忽然跃入你的日历 日后你会有一种精神无害的从容 那时候你说 走吧 再见了 这个爱恨交织的世界 再见了这个热烈过的现世人间 每一个人他在走完人生百年的时候 他都会说这样两句话 再见吧 会说吗 很多时候他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意想 你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 我们再来看 大家非常熟悉的 你看 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 然后才怎么样 这一段议论缜密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讲出了两种道理 我们高中语文老师都非常熟悉 第一 物质决定精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就除了这两句话之外 这段话没有别的意思 你不能做任何的其他的理解 是不是 这种语言有什么特点 我们再来看 物种起源导演 我生性 生物的种是不变 不是不变的 到后边 我又确信自然选择的作用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两个性 后边实际上 我们把它干阔一下 就是两句话 一个 生物是净化的 第二句话 净化是物经天载 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就两句话 你除了这两句话 你也不能做其他的理解 但是这两段话 跟徐海娇的绿色的这个话 相比之下 两种语言有什么不同 很显然 一种语言传递的信息 是客观的 单一的 一种语言传达是主观的 是多异的 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 为什么是不同的 当然 做者观照社会的 思维方式不一样 因为思维方式的不一样 导致了写出的文章的体设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从教学论这个事语来讲 这是因为文体不一样 是因为文类不一样 前者 前者是属于散文 它是属于文学文类 后两段是属于论文 它是属于实用文类 好 经过这三段 四段文字的比较 我们来看看 讲讲文类这个问题 文类的分野 我们看看这个图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分的话 实用文类跟文学文类 刚才都举了例子 但是有时候 我们往往在这两个文类的概念 外野交叉的地方 会发现 有一种文类 是处于中间地带 边缘状态 我称之为交叉文类 那么文类是这样 那么文体呢 我觉得文体是属于文类的下位概念 或者说中观层面 也就是说文体加以归类 就形成了文类 文类就是一个文体的上位概念 那么文体 具体到语篇 具体到一篇文章 有开头有结尾的文章 我们往往称之为文章 这是文体的下位概念 相当于围观 于是文类 有实用文类 文学文类交叉文类 那么推而进之 文体也有实用文体 交叉文体 文学文体 再进一步 具体的语篇 也有实用文章 这个文学类的文章 中间的文章 这样一个图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道理 管辉离策 那么实用文类是属于什么样的文章呢 就是朱光前所说的实用的那颗古松 实用文类是一个广义概念 实际上应该包括应用类文体 或者论述类文体 这两类 那么应用类的文体就像 下边举例的一样 论述文类呢 就是朱光前所说的那个科学的古松 它是表达思想 结结观点的一类文章 如哲学 教育学等一类文章 这类文章它是讲究 观点和材料的关系 讲究基于证据的推理 讲究以准确的语言表达 缜密的思想 那这是论书类的 那现在我们浙江用的都是书教板 书教板从必修一到必修五这些 都属于科学的古松 好 那么文学文类是属于什么呢 我觉得台湾的隆一台女士 讲了一段很好的话 文学只不过是提醒我们 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 有另外一个世界 可能更真实存在 就是湖水里头的 那棵白杨树的倒影 所以文学就是 就是审美的古松 就是那颗倒影在湖畔的杨树的倒影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它有生活的平衣 同时更多的是以虚构为特征 以描述为主要方式 这样反映作家心灵世界的文章 呃 交叉文类 也就是在文学和实用之间交叉的 交叉的文类 我认为它既有实用的成分 又有科学的成分 更有审美的成分 它是三个人同时围观一颗古松的结果 所以交叉文类指兼有实用类和文学类特质的文章 如包括文学 那两篇文章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 我们先走极端 我们先走极端 也就先扣起两端 这个文学文类跟实用文类 它们究竟在特征上 有什么不同 我们走极端 我觉得第一个 基本特性是不同的 任何一个文章 不管它是文学的 还是实用的 它都是作家 作者 以自己的思维方式 通过一种语约载体 然后形成 生产一种语片或者文本 然后这个文本作用于读者 读者领会到某种意义 那作家跟作者之间 读者之间 往往就有这样一种过程 从写作到阅读 有这样一种过程 这个过程一定会设计到三个要素 一个要素是创作主体 也就是文学类的文章 它是基于艺术的想象 主要靠形象思维 实用类的文章是基于 理居的推理 证据 某种原理 这样一些推理 它主要是靠逻辑的 那么它写出来的那个东西 这个文本 文学类 主要是显示出形象性 甚至便义性 而那个实用类的那个作品 文本作品 显示出的是条理 明晰性 那么作为我们读者来说 诶 我们读者来说 读文学类的主要是感悟情义 但是学习实用类的文章 主要是获得 获得某一种共识 为什么是共识 也就是说你认为是这个意见 另外一位读者 从中读出来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实用文类的文章 你从 马克思目前讲话这段话里面 读出了这两点 张三读出两点 李四也是读出这两点 这就叫做共同的认识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这是第一点不同 第二 就是认识世界和反映生活的方式 也不同的 反映的途径 文学类的文章 主要通过典型化和形象化的手法来点 而它是依据理据 以及对这个理由 法则材料的一些推理 一些解释 你看笔下的对象也不一样 文学类的东西是个人的观照 所谓观照 刚才易老师解释过了 静观万物皆自得 这就叫做个人的观照 完全桌上你个人的色彩 像顽固微俗说的 但是实用类的文章 它笔下的都是客观的存在 你不能变形 语言表达文学类是表现 更有创造的成分 而实用类的是怎么样 再现客观事物是怎样的 我就如实地呈现它 这叫做再现 不一样 作用价值也不同 文学类的文章是为了表达个人化的感受 实用为了传达某种扑施性的注释 文学类的文章在于审美 教化 实用类的文章在于实用认知 文学类的文章透过感动感悟 它来求美的 实用类的文章是在于知道 我知道了这个道理 要知道 我懂得并且获得了某种东西 它这是求真的 是吧 文学类的文章价值指向美学 它是指向社会学的 好 我们这是扣起两端 把事情极端化 极端化 然后往往有第三种的情况产生 我们来看 文类的文体轴和语体演变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你看 这个以通讯为中间 以这个坐标的中间线 越往右边的 比如说包括文学 散文 小说 戏剧 诗歌 越往右边的越主观 对不对 越主观化 越抽象化 越盈语化 最后就好像诗人的梦意一样了 所以难解的 最难解的诗歌 所以说事无答顾 你很难顾 但是往左边的那边 消息 简报 调查 报告 论文 说明文 越来越明晰 你不能说我说明文也事无答顾 这糟糕了 对吧 这中间有一个 乡两边 着戒扩张 然后很明晰 中间地带越来越模糊 模糊 交错 边缘化 混淆 彼此渗透 这样有吧 它呈现这么一种摆布 在文体上 好 我们又把它分到两集 文学类的跟实用类的语言 语题两集 你看 文学类的讲究变形 这个栗子树开花说它是燃烧一树红艳 又是祖父早春期间的一场抒情 这是什么画 这不是人画 这是诗人的异语 变形了 但是它是准确 一个朦胧 一个泄明 一个繁复 一个简介 一个华材 一个平直 一个含蓄 一个直截 一个多意 一个淡意 我自己经常讲一个小故事 真实的事情 我孩子在读初二的时候 做现代文阅读题 其中这一道简单题是五分 回家他给我一看 一个大刹 五分全扣完了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说他看到父亲肩头的 这个父亲沟楼的背脊 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那么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贫困家庭 一家四口 一个弟弟在读书 自己呢 那天早上跟着父亲一早赶集 挑三货到街上去卖 卖了以后呢 换药 买药 再给卧病在床的妈妈治病 那父亲在前 我在头 这个父子两个人 在山路上骑得很早在走 那么望着父亲沟楼的肩背 我作为儿子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于是在这里老师出来一个很好的题目 为什么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的儿子回答是什么 你们想到吗 他说同样的重量 在肩上的时间 越长 他感觉到就越重 结果老师给他一个大刹 五分拳扣完 他回家讲我 这怎么会扣完呢 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你说我怎么跟他说 他完全是一种实用的观点 以物理 他物理很好 他以物理的这个 这个道理 来认识那尖头的那个东西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他家里几口人 他妈妈现在在哪里 他弟弟在哪里 他那个那么早起床干什么 他去这个换了药以后怎么样 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他母亲 这个父亲的担子 尤其看到他父亲那个沟楼的背脊 他作为一个长子 他会想到什么东西 这样经过仔细的一层一层 深入的跟他铺垫以后 他才说是这样 这文学不好 文学为什么不直接单一地说话呢 为什么要这样绕圈子说话呢 于是他就不爱语文 这个我很失败的 实际上文学跟实用不一样 这是文学的语言 他不懂 他不懂 你看感性理性混沌线性 改应逻辑 不可以 文学尤其是诗歌 怎么译啊 可以 一个语境性 一个是普世性 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面 它有不同的意思的 这个我们搞不懂 我们请 我们一个人请客送离 这一点小意思 就是意思一下 你这样搞就没有意思了 你如果再不接受 你真不讲意思了 你这样一定 不是这个意思 这老外听起来 你这个究竟在讲什么 同样一个词 一个意思不意思 有意思没意思 搞不懂 因为这是我们已经是 中国文学化的语言 所以很有语境性 处在同样文化背景当中的人都能知道 除此你就别无解释 好 不同文类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实用类基本上属于科学思维 这个文学类基本上是艺术思维 这个不再解释 好 根据不同文类的本质特征 当我们去教学的时候 是不是要采取不同的教学姿态 这个不同的教学姿态 我们用动词来表示 就是文学类的文章教学 我们一般都用这些词 揣摩 品味 咀嚼 想象 联想 体验 感悟 欣赏 还用移情等等 而实用类文章教学 我们一般都会用这样一些动词 理解 摔学 排列 分解 分析 归类 组合 整个干阔 因为文体不同 好 不同文类的语言单位 教学内容也不一样 如果说是文学类 教语句 主要叫什么 品味 意味 无限的 如果教语段 叫什么 情感脉络 情景意象 情景形象 如果教整个文章 语篇 主题 情感脉络 形象塑造 情节叙述 感悟 启迪等等 那这是文学的这一路 如果我们就教实用文这一路 那可能语句 理解我们叫什么 语段理解我们叫什么 语篇理解我们叫这些 都不一样 好 当然我们为了把问题说清楚 所以故意走极端 叫扣起两端 但是往往事情 有中间地带存在 所以文体的分类是必要的 但也是怎么样 相对的 需要我们老师在中间地带 耕耘 为什么有中间地带 有交叉地带 为什么 因为生活本身是个有机体 生活当中 有时很难用黑白两分法 它往往有灰色的地带 所以所有的文章 都是反映生活的 生活本来如此 我们的文章也如此 对不对 第二个特点 文体之间有相互渗透的 有彼此学习这样一个 渗透学习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结果 就形成了各种边缘状态 第三个写作者也不一样 写作者的复杂性 你比如夏缅尊 朱光潜 朱光潜在最后几段 他就突然站出来要抒情了 他要呼唤了 他已经完全 离开了原来那种客观的 冷静的那种角色 他走到前场来了 他写作主体本身也复杂性 同样一篇文章 前边部分用理性思维 后边这部分用形象思维 所以这种融合也产生了 这种交叉的文章 我觉得中间地带 交叉文类是客观存在的 而这一种存在 在我们学界 已经有人在研究 研究的结果 他们提出了一个个 对我们很有启发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 杨毅 裴树海 方中 李世涛 王小军 这些人 他把这种现象称作复杂文体 后边两个叫做复合文体 也有叫杂交文体 也有叫模糊文体 也有叫混合文体 这些概念是文学研究的成果 是文体学研究的成果 同时对我们语文教学 也是很有启发的 我们的语文教学研究当中 还很少涉及交叉文体的研究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很好很有意义的开始 好 这一种交叉文体 它的本质特征 如果用一个词来干扩的话 就是混合 就是混合 你看它的性质 它的性质 这个侯卫瑞 他说 将不同类型的文体 揉合在一起 他说是一种现象 语偏现象 但是李峰凯说 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第二个 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基于叙事 这一点非常重要 特殊的阅读需求 和文体兼互补 是两种文类 立足于叙事 这个共同点 就是叙事 这个点 是它既有实用的性质 又有文学的成分 同时 它在价值上 有双重意义 有双重意义 也就是说 交叉文体的混合特征 显示出别一种认识 把握世界的优越性 从而获得了美学 和社会学的双重意义 我们今天来观摩 来反思 生活的艺术 和一颗鼓松的三种态度 是不是我们既获得了美学的鉴赏 同时又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启迪 这就是这种交叉文体的贡献 如果以至于教学 如果从教学论这个视野中 我们来看它的特质 我把它干扩为这样几点 是一己之见 我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这个可能孙教授 王教授 可能更有发言权 我从中学教学这个角度来看 文体的两栖性特质 既感性又知性 既有实用成分又有审美成分 既学术的又抒情的 你说它实用力的文章也有这个影子 有它文学的沉淀也有 语体既非虚构又非全部实录 而是高度歌星化的言语表达 那个下面尊的话 你看朱自清的语言 表现对象 现在不说了 真实存在的言说对象 和普遍意义的话题 你看这个生活的艺术 这个红衣法师 他就是客观实在的一个人 一个古松的三种不同的态度 就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话题 自由化的体制 选材 篇幅 结构 章发 是非运文的 如果是运文的话 那就变成纯粹是文学了 如果是纯粹是公文的格式化 那就变成应用文了 是吧 审美和认知坚固的价值追求 刚才讲过了 从教学论这个事与来看 它是不是有这样的特质 好 就是我们把这个生活的艺术 放在这一个交叉文体 这个事与里边去看它 那么我们怎么来关照它 你说它是议论文 你说它是议论文吗 但是它有非常纯粹的 非常清澈的 干净的 直播的叙述和描写 你说它完全是散文随笔 但是它的本意 却在借红衣法师聚聚几天 这件事来参观感悟 什么叫做生活的艺术 甚至就在 就是一篇序言的揭选 序言是什么问题 当然是实用问题 所以整个语篇 它交揉着议论 描写 叙事 抒情 说理 各种写作的手法 你说是不是夸有问题的 你看想这个 在它世界尽有不好 尽没有不好的东西 一切多好 小旅馆也好 统窗好 挂搭好 一共九个好 你这个句子读下来 你判断它是什么 它是文学的句子是不是 当然是 它是铺牌嘛 但是你说它 它是实录的文体对不对 是啊 它是一个如实的总结嘛 九个好分别针对上边九种状况嘛 是吧 偏向实用的因素 真实言说的对象 你看其他事 待会儿我们可能要去 时有其死 将者交战 交通宗旨 时有其人 时有其事 真实言说的对象 常识化的认识 你看宗教和艺术有统一的归去 是不是常识化的 实力和成绩有艺术无缘 也是常识化的 真正的艺术到处独有 这不是下面一个人的发现 这实际上是一种公理 一种公式 一种常识 对吧 但是偏向文学的因素有没有 偏向文学的因素也有 就是个人化的关照了 你看人家说他在受苦 我却要说他是享乐 我是说他 我怎么样 很个人化的 对不对 但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想受苦的 我说他是享乐 这纯粹个人的观点 萝卜白菜的真滋味全滋味 怕要算他才能如常常的了 这也是我对他的一个理解 一个理解 最后一节 完全是个人化的自我省思 我过了大半辈子 无论吞澡的 算是白过了 想起来真是污染 个人抒情了 个人抒情了 你看这些都是偏向文学的因素 所以 我们把生活的艺术放在交叉文体 这个诗语里面去观照他 是不是更能看出他本来的面目 同样 这个对于一颗古松的三种态度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你说是对世界 人类认识世界有这样三种态度 这实际上是实用文的路数啊 但是他整个文章 文章结构 前边比方 后边说离 最后 不予自主站出来抒情了 这种写法 这种结构 是不是文学结构啊 对吧 他的语言的形式 描写 比喻 形容 甚至怎么样 有夸张 有修饰 我们说夸饰 你看他的言语的风格 个人化绵密 细腻 风产 完全不同于夏冕尊的 哭淡 平易 很喜练这种方式 你看这些 它又是文学的因素 同样 我们把 对古松的三种态度 放在交叉文体 这一个 语言知识背景下 可能更加毕竟真相 好 但对这种文体的教学 我们往往有两种摇摆 一种是把它完全的实用化 完全的实用化 比如说 想说木叶 米洛斯的维纳斯 登下慢笔 这些我认为都是属于交叉文体 但是我们 纯粹把它交成是怎么样 议论文 比如说登下慢笔 找中心论点 怎么样 还有两个分论点 最后推出一个结论 这本文章教学就结束了 这完全把它交成文章了 还有一种摇摆 纯粹是把它看成是文学 就是对于使用的某一些因素 就视而不见了 像竹影 竹影 完全当成散文来教 是大多数老师的选择 但是我想 还有没有第三条路 乔治美 吴冠中的乔治美 这个仁教社把它编在说明文单元里面 完全是当成说明文来教 这是大多数的选择 能不能欣赏其中散文的美感 同样的文章 班文 竹下文化和野草之美 生活的艺术 我们对一颗鼓松的三种态度 都是这样 我们能不能扣起两端 勇之其中 但是勇之其中是非常难的 是非常难的 有没有新的角度 我想应该是有的 如果是从言语形式取向来教 生活的艺术 那教什么 言语形式和言语风格可以教吗 我觉得可以教 干净 纯粹 清澈 清澈 质朴 直白的言语见赏 可以吗 可以 表现方法和脏发结构可以教吗 可以 前边是完全实路 后边是内心关照 这是表现方法 从艺术魅力和艺术效果方面来欣赏领会可以吗 我想也是可以的 揭智的叙述 不肯多下一字的叙述 但是又有非常深厚的蕴含 这样和文形成一种张力 使我们悬向连篇 这是不是可以欣赏 好 从艺术内容取向可以来教吗 可以教 艺术内容取向就是语境和背景 你看 这个生活的艺术 我就教这个红衣法师 乱世中的从容 这个一个学生讲非人间 非人间之间的超拔和自由 可以教吗 还有对象和意义里边 描写什么 他寄托什么 我教艺术的真善美 都存在普通的生活里 佛家说佛是什么 回答说春来草自清 里边有没有意思 还有态度和价值 就是读者的经验和做者的经验的对接 朱光潜说 下面尊说 我的真智慧真情景呢 我的真智慧真情景呢 那么学生同学 你有你的真智慧真情景吗 这个红衣法师的智慧情景 跟坐着的智慧情景 跟我们读者的智慧情景 有没有能够产生一种对接 这就是意义内容取向 当然我们还有 可以有过程方法取向 生活和艺术教什么 细读 像这一些何等的风光啊 生活的艺术化 对生活的观照玩味 深深地感到这点 这点指哪点 很好的 今天两堂课 这一方面都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比如说戊文性的对读 戊文性的对读 夏眠尊瑞士文章对读 李淑彤相关文章对读 可以 还有联读 比如说我们把李淑彤 丰子凯 朱光潜 包括台湾的林清玄 对相同主题的那个东西 切片来加以比较组合 组成新的教学单元 这样可不可以 我想也是可以的 总之 交叉文体的教学 还是一块有待于 重新耕耘的 处女地 我建制也浅 在国内语文教学研究领域 还不太有人提出 文交叉文体这个理念 我们更海贱 有这样的教学实践 今天 昨天 两天 如果我们往这方面去靠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交叉文体的一次很好的实验 这是一次令人神往的开始 它是开窗性的 从这个意义来评估 我们今天两天的教学 它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崭新的研究领域 一个饶有兴趣的领域 一个有待于我们继续走下去 深挖下去的 一条未来之路 就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这两天的活动 实在是意义非凡 我的讲述就到这儿 谢谢各位 大会结束 还有相关的事要交代 大家稍待片刻